数百万年前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原始而美丽 自然就是它本来的样子 古老的大树为所有生物提供氧气和庇护 勤劳的昆虫为植物传粉 而植物又为其他动物提供食物 丰沛的降水为溪流和瀑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 不断地雕刻着岩石 也为大军猫提供生命之水 这里是中国四川 这里是大熊猫的家园 生长旺盛的竹子形成了丰富的竹林生态系统 大熊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吃竹子上 因此演化了第六个拇指 帮助它更容易握住竹子 当它吃饱了之后便进入梦乡 但它并不孤单 这里还生活着另一个竹子爱好者 小熊猫 和其他丰富多彩的邻居们 然而人类的飞速发展 打破了这一地区的生态平衡 自然栖息地的萎缩和破碎化 严重威胁着大熊猫种群的生机繁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四川在保护大熊猫方面 做出了很多努力 自1963年以来 先后在卧龙 王朗 白河 喇叭河等地 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显著增长 证明了保护工作卓有成效 到2016年 全国共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64个 然而 这仍然不足以保证 大熊猫和其他生活在这里的物种的未来 因此 中国决定在保护方面迈出一大步 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 这是一个把大自然的碎片重新整合到一起的任务 通过在栖息地之间建立野生动物廊道 使大熊猫国家公园成为一个不间断的区域 让不同的种群能够相遇 这是一个能让自然疗愈和物种繁衍的空间 中国百分之三十亿的两栖爬行动物 百分之七十的森林鸟类 以及百分之七十的哺乳动物 超过八千个物种将继续尽职尽责地 在大自然中扮演它们的角色 每一个物种都为维持生物多样性 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是一次保护地球健康和人类福祉的紧动 亘古造化的自然器官 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 人类的历史文化积淀 将同大熊猫一起 走向和谐共生的未来 大熊猫国家公园 让自然回归本来的样子 这是我们对自然的承诺 更是我们与子孙后代的约定 人类的承诺 我们与子孙后代的年轻人 最后解释 之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